大光儿哨之家育幼院 在七毒马南里大华二路一带 有大约五公顷左右的土地 规划作为儿童青少年 休闲教育用的农场或是农园 原本有一条对外的连外道路 不过因为属于私人土地 而被封入无路可用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郑文婷陈勤 我们在基隆这样长期以来 在做儿哨在做关怀的事情 我们看到孩子们 其实他们很需要大自然的空间 那大光儿哨之家又是 我们房子是租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地方 有自己的房子 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这一部分在努力 那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 那现在就是卡在这个没有路可以进去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我们希望做很好的计划 可以帮助不是只有大光儿哨之家 而是基隆市的所有的弱势的孩子 或是有需要这样在这个农牧上面 有专业的孩子 他们都能够进来 这是我们的期待 郑文婷特地邀及市政府公务处交通处 地震处以及当地马南里长和苏仁和议员特助 林昆明等人办理会刊 初步希望可以利用二高底下 马南里民活动中心后方 利用废弃的旧桥梁桥墩 重建一条新的桥梁 跨越溪流到对岸 直接衔接大光儿哨之家土地 或是从对岸沿着溪流 开辟一条新的连外道路 衔接大华二路 协助他们发展农耕的这样的一个愿景 能够帮他们来实现 那事实上苏院长也跟我谈了很多 就是说大光儿园如果能够搬迁到这个地方的话 未来他们除了农耕之外 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发计划 让很多市民朋友都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园区 来享受这些天然的一个美景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善心是值得被大家鼓励 也值得大家一起来协助他们 不过可能还涉及到高工局 国产署水利署以及市政府产发处等单位 将会厘清权责之后继续办理会刊 演绎最可行的解决办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